北京郵电大学校长方斌心在今年的学校毕业典礼上宣称 因为身体原因辞去校长一职 这位所谓的中国防火墙支付辞职 竟然引来网路使用者的连番庆贺 怎么看待中国防火墙支付请辞 我们的专题报道 据北京郵电大学网站披露 郵电大学校长方斌心因为身体原因 已经向主管部门提出不再连任校长的请求 53岁的方斌心主担任北京郵电大学校长外 还是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的名誉主任 他主要研究所谓网路安全 信息内容安全 互联网技术等 是中国网络审查体系 防火长城关键部分的首席设计师 目前中共政治局势诡异 日前政治局的四天会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警告政治委员要维护中央的权威 外界分传高层发生内讧 而方斌心在这个敏感的时期离职 引起外界诸多揣测 方斌心是夺案核心成员 博细来搞这个重庆博士 方斌心作为主要的文人被收买 现在的情况下 博细来马上就要进行审判 江系的一些铁杆人马被揪出来 小老虎逐渐的被曝光 最后逼近这个大老虎 方斌心并去你却不全面否定防火墙 就像十多年轻的陈轻松加起来 你却不否定他这六次当中的 最丑陋的行命 方斌心辞职引来网友一片欢呼 网友扎米斯认为 方斌心做尽缺德事儿 报应来了 另有网友乌龙月底大师兄 对方斌心说 你啊何苦助纣为虐 老了搞得一身臭 并有网友医学插画师阿杜 祝福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 网友说 因为他是专业期长城的 中国长城防火墙 就是禁锢你思想自由 信息自由 舆论自由的墙 民众对于官方这种压制民间舆论的自由流通非常不满 进而将这种不满转嫁到方先生一个人头上 这是民众对此拍手叫好的主要原因 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大陆一个人的辞职 并不会影响中国大陆对于互联网停笔和封锁 今年的2月9号中国正职辞救迎新 方斌新在微博上发帖拜年 却遭遇了数万名网友的恶评 方斌新收到2万多滚刺回帖及去死吧的诅咒 而早在2011年的5月19号 方斌新在武汉大学演讲时也遭遇学生扔邪的抗议 中文方斌新被一邪击中引起网友们一片欢呼 而且不断有人悬赏在即方斌新 新唐电视刘慧中原采访报道